Hello,大家好,我是蜜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树干立体感的表现方法 那很多小伙伴呢,在画树干的时候呢,很容易画得很平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绘画方法 树的色彩呢,基本上都是深色系的 只有个别的树,比如白画树啊,它是偏白的这样的一个颜色的 那我会选择四个颜色来进行绘画 土黄,棕色,黑色,还有体量用到的白色 这个配色基本上都是我平时在绘画作品当中使用的色彩了 先用土黄加上棕色来进行树干基础形态的一个刻画 我们一点点的把树的形态呢,给它描绘出来就可以了 怎样把树的形态给它刻画好呢 其实就是多练啊,也没有什么特别讨巧的方法 多练多画,你画的多了自然树的形态 你掌握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而且如果你经常是画自然风景的话 树的练习就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呢,我用的画笔是尼龙材质的钝头笔 大家最好准备两支大小号,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笔刷 在刻画树之形态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控制画笔的力度 还可以换一个方向继续进行刻画 我在这个阶段一直使用的是棕色加上土黄色来进行调色的 这样可以保证树干的基础色彩是统一的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刻画树干的形态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继续进行调色来进行调色的 下面呢,我们就来画树干暗部的色彩了 用棕色加上黑色来进行调色 色彩的比例可以根据情况来进行改变 在树干暗部的一侧,涂上这个深色 颜色呢,不要涂得太满 别把整个的树干都给它涂得特别深 要试探性的一点点的来进行添涂 这样呢,整个树干它才能有一个立体的变化 基本上我会给它分为暗部 然后中间色和亮色 这样可以把树干呢,分为三种颜色来进行表达 它的立体感变化呢,就比较强烈一点了 越靠下部,树干的颜色呢,可以更深一点 一边画呢,一边注意树干的一个结构关系 随时来进行一个调整 这种方法呢,无论是透明水彩上色 还是不透明水彩都是可以达到这种立体效果的 继续用更深一点的颜色 把树的暗部再给它加深 同时呢,可以画出一些树干的纹理感 接着我用一个细一点的笔刷 来刻画一些树枝的这种形态 这个就比较简单一些了 画完树枝以后呢,挤一些白色的颜料 如果你用的是透明水彩 就可以用白色的水粉来进行一个树干的体量 用白色加上土黄色,调节一些亮色 在树干的右侧一点点的来涂出树干的亮色 那也可以利用一些干擦的方法 来画出一些树干的纹理感 这个呢,就看想要怎样的一个表达效果了 然后呢,也可以一点点的像树干的 让树干的内部画出一些这种纹理感 让树干的细节呢,更加的丰富 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光线照射 也要考虑它光影的一个变化了 这个呢,也要看具体的画面需求 树的纹理呢,也要根据它的走向来进行天图 有一点点扭曲的感觉 不要涂的呢,过于的死板平直 我们的作品能转称 接着就是细致的来描绘一下 树洞的纹理感了 还是用亮色把它的形态给它勾勒一下 再用深一点的颜色把树洞的暗部区域给它加深 这样就很好的呈现出它的这种凹凸的一个变化了 最后我们再整体的来进行一个调整 看看哪些地方不够明显 再加深一下它的纹理感 我把地面的效果也简单的描绘了一下 那立体树干的形态就完成了 接着就是大家拿出画笔一起练习起来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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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